他们跟家母党的互相配合 为日光丽室新郎时代流动技术汉燕 今天流动机密 今年一度粉丝最美的约文华党 日光丽室新郎时代流动技术汉燕 在八月柴山柴市正式开始 今年以新郎时代特别的环境做主题 又过来第一名的表演团体 在粉丝日头露山的美景中表演 我当中还有新郎村民来演出海靠西川的生活 是相当的精彩 这个成龙诗地上面 我们有我们的艺术舞台 邀请了很多的艺术团体来这里表演 那刚刚可以看到我们 太日月集还有生生不息 还有包括这一次还特别邀请到柏林太古 那整个串联起来的这个活动 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 那最重要今天还加上我们成龙的发展协会 自己本身针对在这里的一个生活环境 跟他们本身在这里在地的一个产业 串联的一个表演 我觉得这有很多在地的元素在里面 那值得我们大家来欣赏来看 那也回忆这个成龙诗地本身 所有乡亲艰辛的这个过程 新郎诗地原本是第四个农地 因为风台天海水渡馆 造成特殊的诗地环境 今年的舞台也来到新郎诗地当中 希望透过表演来让大家分享到 跟环境共存的技术 也就是精彩的节目来让乡亲了解 新郎诗地在地的故事 每一年我们都希望 就是在成龙诗地上面这个流动艺术饗宴 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音乐饗宴 那同时更特别的是 我们把社区的这个剧场 社区的这个就是在地的居民一起融入表演 所以呢成龙诗地的这个流动艺术饗宴已经成为 云林在这个我们就是云西的部分 成龙这个偏乡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 那当然呢这几年的一个就是成果呢 也获得了这个国际的五大的奖项 所以呢在国际上面也是非常有知名度的 那今年的这个演出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不只让大家来反思 人跟湿地 跟这个整个大环境的极端气候 气候变迁 这样的一个就是议题 那也能够来到成龙诗地 了解诗地的一个故事 稍后来还有一人传的一个文化动 上次的信息的欢迎民众套贵漫游云林APP 那就是文官处的民生的家族 也欢迎大家来到军林生海花企图 感受结束之美 现在大家新采访报道 这个欢迎大家吩咨词